8月25日,香港妇女界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港妇女守护家园大集会,约7000人出席集会,齐声呼吁香港社会反对暴力,守护安宁。 集会期间,参与者不时挥舞,写有千番并举,尘封启航标语的各色帆船道具,来自政界、法律界、旅游界、会计界、社福界等不同行业的妇女代表,分别在集会上发言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施发言时说,十分赞成特首提出成立一个大平台的做法,让不同意见的人士讨论问题,寻求共识,民间和个人也要参与,因此他提出三点建议。 如果他说的东西是不对的,我们要内心向他解释,第二个,我觉得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,我们要分清楚是非黑白,如果那些信息是不正确的,未经证实,不要留意传出去。 第三,我觉得是我们要发挥我们的静民量,我们也知道仇恨是会养育仇恨的。 我呼吁大家用我们一贯的大爱的精神去关心社会,关心身边的人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,呼吁集会者向身边人解说警方的工作,香港警察相比德国、英国、美国警察在暴乱期间的执法,所采取的态度是最文明的,使用最低武力维持社会治安。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计会主席何超穷发言时说,大集会不是声讨大会,而是还原事实真相,希望凭借理性及法律寻找答案,并鼓励大家踏出重要的一步,向社会发出一份正能量。 我们的香港是一个世界都要赞与的高度文明、民主自由、尊重法治精神的国际大都市。 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,令自己最痛心的是,有市民好像真的是非不分,将暴徒当成义士。 他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,这个历史、地理及文化上的事实不可改变,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。 香港会不会变为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停止呢? 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反思一下,我都希望那些抗议示威的人士可以想一下, 他们在做的事,是真的可以令香港有更好的前途,更好的未来, 结果是做了人类的停止,其实是在伤害香港呢? 香港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李慧琼,呼吁所有激进示威者, 不要再冲击一国两制,因为只有一国两制行稳致援,香港才能继续越来越好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